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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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住一块儿了 李宗盛 有没有起来的 开开门 妈 你是不是把里边反锁了 我 我这是开不开呀 我没锁他呀 是不是这锁坏了呀 是谁把我妈锁里边的 是我 你要搞清楚啊 是你让我妈住下来的 为什么要把锁起来 我只是答应让他住下来 可我没说不锁他 我妈是人不是动物 这不管他像什么呀 你放心 我不会整天惯着他的 偶尔我会让姑姑 放他出来透透风 那跟乖犯人有什么区别 你敢保证他会乖乖的 不制造麻烦吗 如果你敢保证 我马上放他出来 家旺 家旺给妈开门 不敢保证是不是 家旺给妈开门 那就不要废话 你们放我出去 我去叫他不要吵了 快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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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别再吵了 再吵的话 我会要把你赶出去了 不吵不吵 我不吵 好了 乖乖地待在房里 不要出去 听到没有 嫂子 你不能跑 你不能 妈 妈 妈 来 来 嫂子 走 回房去 回房去啊 姑姑 就让妈坐这儿吧 她又没有吵 到时候又惹出一大堆麻烦 你别怪我没警告你 走 怎么了 关心你妈去 关心我干嘛 麻烦你去厨房问问小梅 做什么 那么难闻 怀孕了 文慧怀孕了 文慧怀孕了 真的吗 我要做奶奶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叫了文慧 恭喜啊 我要做奶奶了 咱们吵架要有后了 我要做奶奶了 文慧 今天开始有妈妈在这儿 你就放心了 从现在开始 一定不要多动 要多吃多睡多注意 听见了没有啊 一顿散散 妈妈来给你准备 你就听我的就行了 嫂子 你就别吵了 干嘛 让文慧好好休息 文慧 来 你怀孕了 要多休息啊 别生气 有你妈在 我能不生气吗 能休息好吗 我会让她安静的 不会找到你的 这次呢 是我主动提出来 把妈接回来住的 其实 我也一直想要好好 适应有你妈在 这个家的生活 但是一段时间下来 我真的 真的发觉很难 以前我还可以忍她 可现在我怀孕了 每天像这样 提心吊胆的 心烦气躁的 别说什么良好的胎教了 就连能不能生出 个健康的宝宝来 都是个问题 如果那天你妈发病了 又 我真的我不知道 她要是又伤害了我宝宝 那你还不如杀了我呢 文慧说的有道理 家旺啊 你应该早做打算 我能有什么打算 我总不能把我妈 再送回去吧 我倒是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把你妈送到别的地方去静养 那不行啊 我怎么能把我妈 送到疗养院呢 谁说是疗养院了 我是说把你妈 送到别的地方 专门请人照顾她的生活 我赞成 最好送得越远越好 省得她自己又跑回来了 可是我 舅舅她不会同意的 你舅舅她现在自身都难保了 还管别人啊 再说了 我们是找一个环境好的地方 找专人照顾你嘛 他们还能有什么话说呀 就是 怎么样家旺 你想好了没有 你要是决定了 我马上就去安排 在东乡我有个朋友 我可以请她找房子找人 你没意见吧 让我再考虑考虑 一 二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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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 我下来你 你跑 你 我让你 我让你 妈 妈 妈 你干嘛呢 我让你 我让你 你 跑 你 走 走 我给我 刚才你 我让你 我让你 走 走 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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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雯 你弄神啊你 没事吧 没事吧你 妈 这种事情 你连少梅做就可以了呀 小梅回去休息了 我让她回家了 我 我 我是想给文慧做点鸡汤 想让她补补身子 谁让你做的 谁让我喝你做的鸡汤啊 多此一句 杜雯 别怀孕了 别生气啊 为了我生气吗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文慧 这在外头就听到人叫鸡叫的 嫂子 又是你在捣乱吧 姑姑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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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您在那边去吧 没事 没事 文慧 上头去吧 我给你检查一下 给你量量血压 都是我不好 文慧 小心点 都是我不好 我下次再也不开了 你还想下次呀 你看看这仪地的鸡毛 你当这是养鸡场呢 真是 你看看这仪地的鸡的鸡 行了 妈 别说了 我去帮你把鸡抓到厨房去 文慧 血压一切在正常 腰有没有疼肝 没有啊 不过以后一定要小心一点 千万别再摔着了啊 好 好 谢谢你 谢谢啊 王医生 别客气 文慧 谢天 谢地 没事就好 我嫂子她精神有问题 你又不时不知道 你千万别跟她生气啊 还不是你 吃饱了 没事干 给她说懂讲习的干嘛呀 本来好好的待在金风家 现在跑来惹多少麻烦 你说 博王医生 文慧怎么样了 乔专 你放心 文慧 她一切都很正常 没事就好 文慧啊 你也别在意 什么叫别在意啊 你是不是非得看到我出事了 宝宝没了你才在意啊 你 你看你说什么呢 文慧 你记得定时到医院去做检查啊 谢谢啊 王医生 我送你来 慢走 王医生 你看刚才王医生在 你 你怕丢脸呢 我跟你把话说明白 如果你还让你妈住下去 别说你那颗主人当不下去 我的药店也得关门 我跟肚子里的宝宝 迟早让她给害死 到时候你什么面子都没了 你就说得太离谱了 没有那么严重 找我 说实话 这是有可能的 刚才文慧被你妈害得跌倒 你又不是没看见 我妈 她又不是故意的 藏相望 总之一句话 你到底要不要我 要不要你的骨肉 要啊 谁说不要了 那我不管 有你妈就没我 有我就没她 你自己看着办吧 文慧 你也替我想一想 这个精神病院我妈是不能去 玉辉家呢她还不肯住 我如果真的有好地方 能够好好安排她的话 我又怎么可能把她留下来 惹你生气呢 你说实话 谁说没有好地方 送她去乡下呀 我负责安排 你负责 你能负责吗 有钱就可以 有钱还怕找不找好地方 这件事啊包在我身上 文慧 我现在就去马上联络 你没有意见吧 我 我同意啊 哈哈 还好